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瑜伽的練習 我們利用瑜伽的動作 來強化我們的代謝 所以會有一些扭轉的動作 那你在做的時候 要注意你的身體的狀況 如果你是剛吃飽 或者是肚子太餓的話 都不要做這個練習 讓你的身體裡面有一點點東西 但如果太脹的話 動作先做小一點點 等到你身體覺得舒服了 再把動作放大就好 那我們就從暖身開始囉 那我們先將雙腳分開來 大約是臀部的寬度 兩隻手臂往上提高我們吸氣 吐氣把兩隻手放下來 我們來回做幾趟 向上提吸氣 吐氣放鬆 再一個往上 我們可以帶上 我們可以帶上一點點的胸口 我們可以帶上一點點的胸口 兩隻腳往上提 站起 吐氣前彎 吸氣向上 吐氣前彎 我們做最後兩個 往上 再往下 最後一趟 向上提 再往下 再往下 捏下 接著我們在底下 接著我們在底下 調整一下雙腳 把兩隻腳稍微合起來 並拢在一起 双手来到右大腿的外侧 让身体稍微提起来 我们来到仪式 吸气打开右手 吐气盖下来 往上提高吸气 向反边向左 臀部往后 左手打开 往下盖 再往上提 再一个 向右 打开 往下 回正 左边 往下蹲 臀部尽量往后 双手打开 往下 往上 最后一个稍微停留 检查一下膝盖跟骨盆的位置 向右手打开来 我们让左手再往下 靠近地板一点点 来回做几个往下吐气 最后一趟 手盖回来 背往上 向反边 往左 内侧收紧 打开左手 吐气往下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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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手盖下来 往上提高 将两只脚再次分开来 臀部的位置 让身体轻轻地向右 臀部向左 带上我们的手臂放松下来 向上提高 向反边 吐气往坐 吸气回正 今天这个练习呢 你可以选择用鼻子吸气 鼻子吐气 当然如果你觉得身体需要更多的力量的话 在吐气的时候 你可以用嘴巴吐气 你只要感觉这个呼吸 是能够帮助你的身体活动就好 那你不清楚你要做哪一个呼吸也没有关系 自然呼吸顺畅 不要憋气就行 最后一个 接着我们把双手打开来 两只脚也打开来 两个膝盖弯曲 大腿膝盖脚尖朝向旁边 轻轻地左右动动 还记得你刚刚已式的扭转吗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 一样做几个扭转的运动 膝盖弯 保持在你现在的高度 双手合掌 臀部跟膝盖的位置不动 让身体慢慢向右 吸气回正 吐气向左 回正 如果你需要感觉到更多肚子的力气 可以用嘴巴吐气 吸气 吐气 双手只要维持一个固定的张力就好 所以手不用推着你的身体移动 让力量尽量感觉是从你的肚子 脚子出发 你节节地往上 来到你的肋骨 最后是我们的脖子 相反边 上左 回到中间来把手放下来 两只脚转个方向 我们来到下犬 双手 双脚向后 轻松地踩一踩 背往下 吐气 中心向前 吸气 再一个吐气 上后 向前 向后 将双脚弯曲 慢慢走进来 靠近你的双手 膝盖弯 打开手臂 我们向上 合掌 来到胸前 稍微往前站一点点 我们做两趟的拜日式 往上提高吸气 吐气前弯 双手撑好 两只脚向后来到下犬 重心向前送 脚给双手 膝盖轻轻地落下来 脚背放松 手弯曲 胸口用下 肩胶骨收往上提高吸气 双脚踩地板吐气 右脚离地 大步向前 左脚也进来 打开双手我们向上 合掌吐气 再一个到最高 吐气前弯 手撑好了 双脚往后下犬 重心向前移动 膝盖可以落下 手弯曲 胸口落下 往上提高 双脚踩下犬 左脚离地 大步向前 右脚进来 打开双手 合掌吐气 接着我们让身体慢慢地放下来 我们做右脚的弓箭步 将左脚大步向后挪 大腿稍微前后动一动 来到你现在觉得可以得最低了 将左手稍微往前放一点点 下一个吸气 我们打开右手往上 吐气手往前方盖下来 吸气向上提 吐气 吐气往下 我们利用手的动作呢 来带动你的背 感觉我们的背 跟你的身体 再往你的右侧 打开多一点点 再一个吸气往上 吐气盖下来 我们在底下换脚 首先收回来 把左脚慢慢地走进来 右脚上后挪 大腿稍微动动 前后晃一晃 找一下你今天可以的最低 那如果你不想要让右脚这么出力的话 膝盖也可以跪下来 将右手放在脚的前方 吸口气打开左手 吐气往前盖 靠近你的右手 吸气向上 吐气向前 我们再做几个 吸气往上 吐气往前 一样感觉我们的背 再往左侧 打开多一点点 最后一趟 向上 往下改 在这里将你的膝盖 轻轻地放下来 左脚也往后收 双脚踩下地板 我们来到一半的下犬式 让重心稍微向后 送到大腿的后方 身体放松 轻轻动动 晃晃 双脚弯曲 手慢慢走回来 一节一节地卷上来 将我们的右脚来到前方 后方的左脚脚尖稍微打开来 手臂往上提高 吐一口气 臀部向后 双手来找到你的左大腿 将你的右脚尽量勾起 背往下 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两只手往下 靠近地板 或者是底下的脚都可以 我们再做一个深呼吸 吐一口气 脚慢慢踩下来 膝盖弯曲 手扶着脚 一节一节卷上来 相反 另外一侧 脚掌勾 往上 往后 臀部向后 靠近后方 两只手可以找到你的右大腿 或者是底下的左脚 脖子肩膀尽量放松下来 再一个深呼吸 我们让身体留在底下 脚尖踩下来 慢慢地转向旁边 双脚打开 比臀部还要宽的位置 两只脚轮流 弯曲伸直 活动一下 膝盖弯 一样手扶着脚 让身体慢慢起来 双手我们往上提高吸气 吐气再次地让身体扭转 脚尽量踩好 我们让身体尽可能地 转向你的右脚 吐一口气 右膝盖稍微弯曲 吸气脚伸直 吐气弯曲 吸气伸直再一趟 慢慢地将右脚弯曲 右边的脚尖稍微打开来 我们让身体再转多一点点 后方的左脚尽可能地踩下来 右手找大腿 左手往斜前方伸展 感觉你的腹部用力收紧 背拉长 身体慢慢送回来 脚尖转回来 相反边 先往上长高提高以后 记得肩膀要放下来 让身体慢慢地向左侧扭转 尽可能地面向你的左脚 肚子收吐气 吸气回正 我们再做几个 吐气向左边扭转 吸气回来 再一个吐气转过来 停留膝盖弯曲 汗伸直 每次脚弯曲伸直的时候 感觉你的背再往上 吐气弯曲 再一个 双脚弯 左脚的脚尖打开来 确认一下后方的右脚才扎实 左手可以放在大腿的上方 让身体再往左侧 手往斜前方伸展 这个弓箭步呢 不需要太低 我只需要你的手往前拉长就好 一样保持背跟肚子的力量 身体慢慢送回来 脚尖扣两只手向后绕 背在背后 打开我们的胸口稍微抬头 吐一口气 让身体慢慢地前弯下来 把你刚才用力的腰背肩膀稍微放松一下 身体留在底下 手轻轻地放下来 先找到臀部 再找到你的双脚或者是地板 头轻轻地左右摇一摇 换一换 双脚微弯 扶着脚 让身体慢慢上来 将我们的两只脚 脚尖脚跟收进来 我们做一个深呼吸就要结束练习了 吸气往上 吐气打开双手 放松下来 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可以透过刚刚的练习 让你的身体扭转 如果你有脏气的情况的话 或者是排便不顺畅的人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练习来加强 强化你的身体的代谢 让我们的身体排毒的更顺畅 更加的健康 谢谢收看 要健康就运动